这样怎么啦 滚啊 让我滚啊 你别后悔了 用你抽我的根 啊 什么滚的 你看看一个硬皮生 那么牛啊 告诉你 像这种人啊 我才不会硬去你呢 想什么呢 你是谁啊 你总说不张眼睛啊 你总说不张眼睛 他把我这样撞的啊 怎么那么好啊 干嘛是哪 什么人啊这 这事呢 王经理 刚才那是谁啊啊 他这么老气 你说那个人啊 你知道 刚才啊 来听听 可我吵了一下 你说气人不气人 什么 他敢跟你吵架 太嚣张了吧 这样的人啊 再监也不用 你啊是不知道 你听我跟你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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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片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撬名吗 对不起啊 没这个习惯 没这个习惯 我回去 撬名去 我才没这个习惯呢 怎么了 请问我的简历 赶紧看看 信片呢 简历 简历什么了不起啊 你一个硬名声 谁给你的权利啊 那么牛 那行行行行 那我现在给你道歉 行了吧 对不起啊 哟哟哟 还对不起 你也看看你这样子 道个歉 心不甘 情不愿的 我告诉你 你啊 不被录用 滚 行了 这歉也跟你道过了 你赶紧看看简历 那我什么位置合适啊 你这简历啊 我都不用看 你啊 不合适 不合适 你说不合适都不合适 我这简历 光跟你多次上 你连看一眼都不看一眼 你就说我不合适 有什么好看的 你这人品不行 道德不行 雕如人康 他就不配在我们公司做 哎呀 这和工作不工作有什么关系啊 我告诉你啊 我可是海归 你爱什么归什么归 你是老乌龟也不行 告诉你 这公司啊 我说得惨 我说不行就不行 就凭着态度 我啊 都已经把你服掉了 哎呀 这位经理啊 你看 我啊 真诚能向你道歉 嗯 我刚刚进门没有敲门 到这儿和你顶撞了两句 对不起啊 我给你真诚的道歉 对不起行了吧 哎 现在啊已经晚了 赶快鬼 不要让我看到你 啊 我明白了 我刚刚说啊 学历高 略历深 你是怕我顶替你的位置对吧 哼 原来是这样啊 去 你说这话可真可笑 我怕你的学历深 你的学历再深 你就是应聘这公司 也是在我手里啊 干 那行你说的是 那经理啊 你看我也不应聘 部长 什么科长之类的 我还是从低层做起吧 以后你再提拔我 哎呦 我的天哪 这口气可不小啊 为什么 他经理 我告诉你 你个小员工都不配 谁给你的自信 哎 你就得应聘上 滚 让我滚 行 我告诉你啊 让你臭我的小伙子 让你臭我的那天 哎呦 我的那天哪 下次搞爆了 我求你 我呸 求你 我求的人啊 还没生出来呢 这事情啊 就是这样子 你说他气不气人 怕我气得呀 不得了 我越想我越气 对 这样的人啊 咱呀 就不利用他 不过了 经理啊 他这样的人 好人啊 咱也不值当的生气 是不是气坏了身体啊 就不美了 对不对 你看看 我今天给你拿了什么 哎呀呀 这是我 那天去看了又看 都没舍得买 哎呀 容姐 你可真会来事 这个香水啊 可香了 用到身上 那迷死一大群男人呢 这你说咱公司的人 要都像你这么会来事 我还用了那么烦心吗 这下高兴了吗 开心了吗 开心开心 咱不生气了啊 我才不生气了呢 不想他了啊 你想他了 哎 那我跟你说那事 那事是吧 哎 我已经想好了 下午啊 你随便找个理由 把那个老李啊 给开了 一点事都不会来 然后你明天早上 就可以上班了 明天啊 那个主管的位置 就是你的了 真的吗 经理 真是太谢谢你了啊 那要不 我向你忙去了 去吧去吧去吧 也不是当年的节 节夜 我往前的 我喊了 哎呀 哎呀我说你这是人啊 呀 你不是昨天啊 进经理办公室啊 哎呀 撞我家网上那个人啊 你可真巧啊 今天来了 又撞我一下 走路不张眼睛啊 我说你这个人 怎么一点素质都没有呢 啊 这明明是你撞到我啊 你说你来干什么呀 我们经理啊 都已经不论用你了 来也别来 来也别来 谁给你的权利 让你说话这么嚣张 我告诉你啊 你被开除了 行 你先老挤啊 你说开除不开除我呀 快站住 哎 哎 你看看你啊 在这边 这家伙子来了 干什么呀 他还说开除我呢 开除你 谁给你弄权利报的费出了 好看 你怎么好看的 我这都给你打开了 还不看是吧 我劝你啊 还是好好看看嘛 你在这多大什么啊 有你说话的事吗 你才没说话的事呢 这可是经理办公室 你还在这儿 少在这儿笑着 行了 容姐 不要生气 我倒要看看 他这儿啊 何妨邀你 内命书 魏大鹏 推荐做 总经理 谁给你的本事 让你做总经理啊 你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看看任命人是谁 做总经理 你看你那样子 我都说了把你开除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大难啊 经理 他又开除我 烈命人 魏国强 龙姐 这不是咱们董事长的名字吗 是啊 难道你是 啊 我们董事长的公子 来来来来来 赶快坐 哎呀赶快坐 走走走走 你看啊 这刚才啊 这我就想 这人啊肯定不一般 那么有气质 这体力啊 那么那么好 是吧 来来来来来 快坐坐 哎呀 我们董事长的公子啊 这里来的时候 你看 您不说 咱们呀可真是 呃 大水中浪龙卧庙 你家里不认识家里了 是不是 哎呀 周琳啊 这也怪你 哎呀 昨天他来了 你怎么不看到他典离呢 你走吧 走走走 一点言数都没有 跟我走 哦 嘿嘿 那个那个董事长 我我先走了啊 哎呀董事长 你看啊 你是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们这些人啊 你看啊 哎 你看你都 不用放在眼里 你就饶宝我这一次 这下次啊 你要再来的时候啊 你要提前说 我啊 老老又迎接你 你看行不行 张经理啊 那刚才嚣张的这 哪去了啊 啊 我昨天都跟你说了 看看我的奖励 你啊 不好好看 行了 你啊 还要不愿意在公司待着 我当然 想在公司一直干下去了 所以啊 这以后啊 我就是你的左膀右臂 你让我做东 我绝不东西 你让我打过 我绝不年纪 你看 你看我这样啊 做行不行 你又又又 你还想着 为我按牵马后 做我的左膀右臂啊 我告诉你啊 已经晚了 哎呀 你看你说的 这你不刚刚上了这嘛 不晚啊 对不对从今天开始 现在开始 我都听你的 对 从今天开始 从现在开始 你啊 为我公司 你就多一次机会吧 奇怪啊 不是人人都有的 我为什么会到公司里边来 我为什么会这么嚣张 之所以我这么嚣张 工作话 让我啊 来试探你来了 你在公司里边啊 胡作非为一手遮天 滥用之拳 这些啊 我爸早就知道了 只是啊 没有合适的机会 逮着你 今天任务啊 就是为了试探你来了 没想到你还真是那样的人 现在从公司啊 立马给我滚出去 走人 走啊 那邪话 走啊 走不走 走不走 这公司里边啊 终于把这个货还除掉了 赶紧给我爸打个电话 回事